在现代化战争中 核武器是一种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武器 而核潜艇则是海上战争不可缺少的战略武器 谈到核潜艇 美国无疑是拥有最多核潜艇的国家 并且也拥有最先进的技术 而俄罗斯作为传统的海上强国 也研发了不少核潜艇 第四代战略核潜艇为955型战略核潜艇 该潜艇又名北风之神级核潜艇 被誉为世界五大最危险核潜艇之一 是俄罗斯在21世纪的海上战场上 最新最强的核心装备 本期就来为您揭秘这款 俄罗斯的海上霸主 955型战略核潜艇 955型战略核潜艇 满载排水量为1.7万吨 总体全长为170米 全宽为13.5米 下潜深度为450米 水下航速29节 水面航速26节 水面排水量为17000吨 水下排水量24000吨 水面吃水为10米 自持力大于90昼夜 该潜艇2013年正式服役 起初 955型北神之风级核潜艇 挺身采用规备设计 由于该核潜艇最终选择 使用圆锥潜射洲际导弹 作为主要武器 为了容纳大型洲际导弹 而准备的规备结构 就不再需要 潜艇可乘坐107人 包括军官55人 主动力系统为OK650B 核动力推进系统 以及AZRI-90蒸汽轮机 辅助动力系统为备用推进系统 是两座PG-160电动机 以及ADG-1000辅助柴油发电机 自卫武装为6座533毫米鱼雷发射管 6座324毫米外部鱼雷发射管 指挥塔内6发MG-114防空导弹 主装兵器为16座D30发射器 俄罗斯红宝石中央设计局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 开始进行SSBN 北风之神一的项目工作 俄罗斯军方计划在该潜艇上 设计12枚R-31潜射弹道导弹发射井 但由于弹道导弹测试结果 并不是很理想 因此该项目工作被终止 后来 俄罗斯军方对该系列进行了进一步的设计 在潜艇内部放置了D19UTT-X导弹系统 其中应包括12枚巴尔克导弹 第一艘潜艇被重新设计后 被用于另一种导弹系统 按09551项目改建 在971狗鱼B项目和949A安泰项目 亭体半成品基础上 建造了装备携带16枚R-30布拉瓦单道导弹的 D30综合体的潜艇 最终被俄罗斯军方批准的 第四代艇项目 使用D30综合体 专为16枚R-30布拉瓦SLBM设计 所有潜艇的舰体 将在不使用现有艇体半成品情况下 在1999年完成建造 重新设计 再一传输三艘 而克雷洛夫中央研究所 为确保其优异的水下航行性能 及隐身效果 对艇体结构进行了大量分析 研究和试验 在对比了多个优化方案之后 选择了近似拉长水滴型的流线造型 该方案的外观和971型 阿库拉级非常下 在保证水下高航速的同时 这种结构的外形 能够大大缓解 停体与水流之间的阻力 有效降低航行师的噪音 阿库拉级潜艇 给955型核潜艇项目的结构 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 除了重新设计了导弹舱段之外 不光大部分沿用了 阿库拉的首部和尾部的停体线型 而且单双壳体结构的分布 也极为相似 结构水线之下 还设置了可以进行伸缩的手水平舵 为了严格要求 955型潜艇的降噪功能 该潜艇部舱室和阿库拉 有很大的区别 在4号艇弗拉级米尔大公号 开始的项目 955A则为全新建造 在内部结构和外部轮廓 电子系统和软件 等各种设备上 有非常多的改进 955级潜艇的主动力装置 是一座 阿座瑞90气轮机单轴 和一座 OK650型压水反应堆 其中OK650型压水反应堆 也是台风级的主动力装置 最大热功率190MW 气轮机的气轮机轴 功率为43000马力 自主涡轮发电机的 总功率为7000马力 该潜艇强劲的主动力装置 可使其在水下的最大航速 达到29节 水下机动性能 超过美国的俄亥俄级 辅助动力装置 是两座单机容量 为410马力的 PG160低噪音推进电动机 用于水下低航速时的安静航行 也具备在伏兵之下 静默悬浮的能力 以及容量为1000马力的 辅助水中悬停 码头停柱用 ADG1000柴油发电机 艇上装有16个导弹发射筒 16枚RSM-56弹道导弹 射程8000公里以上 命中精度为60米 导弹舱设置在了 指挥台维壳的后面 俄罗斯军方为了能够迎战 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 为该导弹装置了 防电磁干扰和服射的防护罩 同时还加装了诱饵装置 增强导弹外壳强度 让该防护罩可以防御 500米距离上核爆炸的攻击 不仅如此 该导弹飞行主动段速度非常之快 基本完全碾压其他同类型导弹 这样可以有效避免 在发射初始的上升阶段 被反导系统摧毁 而且末端助推系统 安装在了弹头段 弹头在最后飞行的时候 可以自行机动 以调整发射方向 导弹上还安装了惯性导航和卫星定位接收机 可确保打击精度 俄罗斯由于前苏联的历史原因 在电子工业方面 一直与美国等发达国家 有着非常大的差距 因电子系统的落后 严重阻碍了核潜艇的发展 在955型战略核潜艇的电子作战系统上 俄罗斯军方的研制人员 可以说是花了很大的力气 大大缩短了 与美国先进电子水平的差距 俄罗斯军方在955级潜艇上 安装了大量的现代电子设备 潜艇内部采用平板显示器 和全数字化电子设备 还在955级潜艇上 装载了公共马车型作战控制指挥系统 和一套斯卡特综合声纳系统 由于整艘潜艇设备自动化程度大幅提升 因此潜艇内部的人员数量也减少了很多 同时955级潜艇数字化 自动化的操控模式 也让该潜艇的自主巡航时间 扩大到了100个昼夜 可视线对敌军展开突然袭击 除了公共马车型作战控制指挥系统 该潜艇还安装了一套斯卡特型综合声纳系统 后者包括停手声纳 闲侧声纳和拖夜线劣阵声纳 同时整艘潜艇的设备自动化程度大大提高 艇员人数比台风级的163人大幅减少 比俄亥俄级的135人更少 从潜艇整体战术技术指标上来看 955型战略核潜艇 可以说完全达到了俄罗斯海军的基本作战要求 超过并领先于美国俄亥俄级潜艇 能够顶替体积庞大的941型战略核潜艇 担任战略核反击的重要任务 潜艇设计人员在阿库拉和奥斯卡等 在上一代核潜艇降噪成就的基础上 下了很大的功夫 潜艇表面辐射被设计人员贴了厚度超过150毫米的高效消声瓦 同时还把主机等主要噪声员 装载了整体伏法式双层减震基座及格音罩 潜艇内部的机械装置也进行了降噪设计 设计人员还在消除磁特性 红外特性 伪流特征等方面 都采取了一些独特的隐形措施 把955型战略核潜艇的水下静音性能提高了很多 让该潜艇可在水下真正做到完全隐形 俄罗斯军方一直在高速发展核战略 并遵循着核三位一体震慑力量的主导思想 其中隐蔽突袭敌人的战略核潜艇就是核三位一体中的杀手锏 其威力要远强于洲际弹道导弹和战略轰炸机的核震慑 其中以955型北风之神为主要核震慑力量战略核潜艇 俄罗斯军方目前已部署三艘 第四艘K549弗拉吉米尔大公号也即将进入战斗值班中 仅一艘装备布拉瓦洲际弹道导弹的北风之神战略核潜艇 几乎能将整个敌国有价值的目标全部粉碎 如果要是8艘95型潜艇都部署的话 俄罗斯军方几乎不需要其他战略轰炸机和洲际弹道导弹 就完全仅靠8艘核潜艇就能摧毁整个敌国 好了本期的武器介绍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么您还了解哪些武器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交流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